我会给你 给你爷爷的东西 哎呀拿着这个 别人都无所谓了爷爷要的 妈 老板 日本人啊 你好 坐这边 中间您坐好 好 我有五年没有来了 五年 五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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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来看您身体就很好 这次还一样 五好了 非常好 九十二岁呢 南高爷爷是个特别神奇的人 是这个村子里见过世面的人 大家不明白的事情 你都问他 就像个仙人一样 好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牛车里还加了巴巴 嗯 烧了多少火 一共烧了多少 去年就是 九月三十号嘛 就是家家户户了 准备迎接那个十一 方定州那时候 有一户人家就开始起火 把整个寨子都烧得差不多了 没剩多少 嗯 你看小学校也都没了 拆掉了 是啊 学校也烧掉了 现在学生都没地方上课 嗯 嗯 那个小学校原来 嗯 我们从一块平地 只有一个L型的教室 我和我的朋友和同事们 一起帮助他们 修了完整的篮球场 修了教学楼 嗯 嗯 杀掉了确实挺可惜 其实 这么多年 这个山村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但是他们那种坚韧 与人为善 在别处我有可能是老师 在这个山村我肯定永远是个学生 嗨 哼 阿 没有 没有 昨天跟大家说了 王曾祺先生喜欢自己的家乡 他回忆起自己故乡的食物 写的都特别特别的真切 那今天呢 我们就自己在小寨村的周围 来找一找我们家乡的风味 走了 走了 这两天我还要给大家讲四顿饭 从这四顿饭里边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人类的历史 好吗 好 要慢一点啊 小心啊 看看秋毫自己能上来吗 看秋毫自己能干 我已经看见了有辣椒 还有红薯 还有红薯 老师妈不吃 打不出来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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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逃出来了 好厉害啊 看看 老师 我这里也有了 我这里也有了 我也有了 我也找到了 老师你看我挖出来 你挖的没有 秋毫挖的大 你看看秋毫挖的 好了好了 好了够了够了 秋毫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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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接着往前走 每人摘两颗辣椒好不好 辣椒我不喜欢 好 还是摘两个 好 晚上我奶奶吃辣椒 好 每人只能摘两只辣椒 摘好了两只 好的 很漂亮 真的好鲜哦 来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拍一下辣椒这个植物好吗 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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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就很好自怜 好自怜 好自怜 他在自拍 我选抓鱼 走了 老师 嗯 我们比赛来看谁抓得大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哦 快点我开去一只了 我们现在可以下水捉鱼了 快点下去 我那边我有只 老师别抓我那只了 老师你抓我那只干嘛 啊 你姐好凶啊 找到一只 找到一只老师 好了好了可以了 你的任务完成了 哈哈哈 好好好 好好好 终于穿到了 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想到一只鱼 嗯 来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让大家来采集 就是 让大家 了解 我们的祖先 最早 是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 狩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去打猎 捕鱼 鱼也是打猎的一种 今天我们在稻田里面补鱼 我们会让鱼和水稻在一起生长 稻田里有鱼 鱼塘里有长水稻 这是一个特别绿色的农业的方式 老师可以拿回家吃 我们今天要小同学们在一起吃 那可以 我们自己来烤鱼好不好 好 好吧 那走 我们现在走